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知道你已经被党国捐躯了 卢志平心情沉重 他并不是没有想过死亡 当初接受潜伏任务时 他就已经对自己的下场做了最坏的打算 只是对周阿弟的感情完全在意料之外 他知道周阿弟早晚会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阿弟只能等四十八个小时 这是急性 一日一夜 不吃不喝 无休止地等待与煎熬 这让周阿弟 无比烦躁 但只要能救出 潜藏在医院的这个女鬼 闷热与复仇 又算什么呢 为了任务顺利进行 就算忍受着酷暑高温 和令人恶心的气味 她也必须坚持下去 配合周阿弟的同志打了电话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周阿弟只能等四十八个小时 这是极限 来来来来 快快快 把冰罐换一下 好 来 快点 快点 都小心点啊 别弄撒了 走吧 走吧 好 小李 志平 七号床的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扛不过今晚了 主治大夫已经下病危通知了 他的家属也不会来 听说他在浦江就一个人 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金亮 你放心 抓地这小子机灵着呢 他一定会有办法 卢志平一直是我们怀疑的重点对象 可是几次搜查都没有任何问题 盯了这么久 他一点动静都没有 如果这次拿不下他 祭祠医院的国民党电台案 就成了寻案 准备恢复发报任务的卢志平 内心十分忐忑不安 周阿迪一次又一次 对自己的试探和暗地的调查 让他明白自己暴露的风险 越来越大 随时都有可能被共产党发现一切 但恢复与台湾的联系又迫在眉睫 容不得他再小心翼翼的冬眠下去了 太平间里的周阿迪正极力忍受着腐臭与闷热的双重考验 这是人和鬼的较量 拼的是智慧 勇气和耐心 深夜的太平间走廊 卢志平 卢志平 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公安局设下的陷阱 今夜 他有了一丝丝的不安 他不知道这种不安来自哪里 但是 发暴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努力抑制心地异样的感觉 准备去接受新的指令 他就是女怪女 不想当时 中国人的指令 已经尽力了 他确认了 中国人的指令 很高的 还是这样 谈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动 举起手来 是阿弟吧 你这个假扮女鬼的特务 把这条给我 我不可能给 给我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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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时间会有多矛盾 知名 你知道吗 这一段时间会有多矛盾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活泼可爱 对我那么好 还为解放军缠尸现血的陆志平 是个特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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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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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会死了 周阿弟 如果不击毙他 他就会打死周阿弟 像这样的顽古派 必须击毙 咱们这次最大的收获 就是宝贝 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 在浦江医院的电台 箭梁 是吗 军人送到真如一车祸 真如羊肉馆后天下午三点街头 暗号 来两碗不要香菜的羊肉汤 千斉aman 监良同志 为什么特务们要在这个时候 从外面掉武器啊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找不到黑包 无法获取在浦江 藏匿武器担雅的地点和信息 所以只有从外面掉 这批政权 这批武器 很有可能和豺狼行动有关 他们肆意在浦江 造成一次更大的破坏活动 一定要截获敌人这批武器 保证完成任务 简梁 都有谁 知道这个台湾指令的内容 端母 我 还有周阿弟 如果 内奸要参与这次行动 他是肯定知道的 现在敌我行事 越来越清楚了 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击 再不能这样被动下去了 是 我已经布置了 接锁的 一网打箭 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可能出现的内奸 你 又发生什么事了 祭祠医院的地下电台被破火 报员被打死了 郭剑两派周阿弟 留在太平坚里冒充尸体 打死了卢之平 台湾的指令被截祸 不要 风声鹤唳啊 我看我们东眠吧 要不就逃出补将 共产党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要临阵脱逃 当国栽培你那么多年 你要临阵脱逃 大势已去呀 我们还能做什么 按采官的指令做呀 指令已经被截获了呀 指令的内容 我大概还记得一些 接受军火 对 一定是接受军火 我们行动需要枪支弹药 上一次我跟白子涛接头的时候 他说下一步指令 就是接受军火的时间地点 接头暗号 可惜指令被截获了 共产党一定会设埋伏 想把我们的军火 和送军火的人 一网打击 我们也许接受不了军火 但我们必须保护送军火的自己人 可 可我们也不知道 军火的接收地铁呀 有两个人 一定会参加他们的抓捕行动 谁 周阿弟跟端母红 你设法跟着他们其中的一个 悄悄地接近他们的埋伏圈 铭枪实惊 我们的人听到枪声 我再去做事 这样就不会被他们一锅断了 那我不就暴露了吗 躲在暗处打冷枪啊 枪一响你就撤没问题的 那你干嘛去啊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执行命令 是 王阁长 怎么回事 休息要注意听警报 因为马上新政库就要成立了 台湾可能派飞机来袭击普将 好 朱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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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听警报 朱科长 他曾经和心爱的人演奏过的曲子 被朱啸天当成掩护自己的外衣 金蟬脱鞘 对于朱啸天而言 已是家常便饭 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笔军火是豺狼行动最后的机会 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郭剑亮他们的行动 走 两位里面行 两位里面行 两位吃点什么 两碗羊杂汤 好嘞 师傅 你说他们真的会来送军火吗 一定会来 这次是台湾的指令 他们不敢违抗 那我一会儿做点什么 这儿的羊杂汤很好喝啊 一会儿你尝尝 好喝你不早点带我来 好喝不一定符合你的口味啊 师傅 这是我第一次 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我还真怕出什么岔子 阿弟 你表现得一直很好 好 师傅 一会儿我可不客气了 钱带够了没有 敞开肚子 师傅管勾 放心 那我可 方来了 两位请慢用 尝尝吧 嗯 嗯 嗯 真的好喝啊 好喝吧 再来一碗 好嘞 好嘞 五中期很不情愿的来到羊肉馆 对于柴的安排 他非常不满 这么近距离的观察 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危险 但他也知道 如果市井的任务失败 那个阴险狠辣的柴 会第一个要了自己的小命 唐浪不缠 黄雀在后 李玉成早已在暗中寻找机会 想在混乱之中 干掉五中期 来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趟姚儿馆 好的 对内奸忌惮已久的郭剑梁 期待着今天的行动成功 就可以收缴国民党的军火 并可以找出内奸 殊不知 这一时二秒的计划 早已被朱孝天获悉 并着手破坏 先生 吃点什么 来碗羊杂汤 好嘞 还有十分钟 头就要接头了 放心吧 师父 我一定不会让他跑的 不 见了一个人能对付 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那咱们来干什么 抓内奸 这么重大的行动 内奸一定会出现 咱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抓内奸 好 到那边 离开 我就是 糟的 骗子 腰 橙 丝 任督 老板 来两碗不要香菜的羊肉汤 好嘞 你来送货的 我是来吃羊肉汤的 来两碗不要香菜的羊肉汤 我在另一个地方 跟我来 别动 尽量一个人能对付我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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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慢点 这人在后面 处长怎么办 小偷我在对付这儿 你从这个巷子追 我从马路追 快 没有人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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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Democrats 他鬱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看到了吗 没有 走 找尖良 快走 好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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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为了提醒他们 这个人是谁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间走漏了消息 打黑枪就是警告那些保密局送枪的人 我们这边有埋伏 你猜我在现场看到了谁 谁啊 李玉成 他去那儿干什么 我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捋 内奸掌握了我们的情况 我怀疑是内奸跟我们到了现场 照说李玉成是保密局的人 他应该跟他们接应才对 可是怎么可能他们两方之间发生枪战 那一定是 特务内部出现了矛盾 前两次袭击李玉成那个人 应该就是内奸 至少和李玉成有关系 否则李玉成不可能去现场 对 李玉成这次 是报复 李玉成这次 那个男人一定是李玉成 估计量他们一直在找李玉成 如果找到李玉成 就会找到吴忠琪 找到吴忠琪 那就找到了我 不能让他们渗透魔挂找到我 我要主动出击 请不吴忍 郑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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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队长好 郑队长 郑队长 这一条线是主线 保持清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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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李玉成 好 好 这不是五中旗他们家吗 五中旗 阿弟 情况太重大了 你会去向郭处长汇报 好 我在这儿看着 好 注意安全 等我回来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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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我是 为一方万一 他还是 险下手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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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想我了 可不是吗 不想你也想说 我不是回来吗 好长时间了 看 你今天可要好好陪我 人家可想死你了 顶尾等我 就是你 追杀了我三次 还杀了我朋友 为什么 你们无情无义 滥杀无辜 走 我一起去自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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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柴 你要自首 我就让你闭嘴 回到熟悉的环境 朱啸天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恐慌 李永刚的出现是在他的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的 杀了五中奇也是为了更好的 在共党之中藏匿 他害怕的是自己被李永刚看到 如果被发现了 自己就要因为五中奇这样一个蠢货 而前功尽棋 朱啸天心有不甘 要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局势呢 一定不是 你们有点瓜子 带回去做笔录 是 来人 我还搜查到了 关于何爱卿一案的捐赃 卓长 在箱子里发现另外两把枪 一把柏朗宁 一把科尔特 何爱卿死于柏朗宁 张子和死于科尔特都对上了 就是他干的 卓长 那五中棋会不会就是那个柴呀 我发现一个情况 当我冲进来的时候 除了李玉成之外 还有一个戴口罩的人 从密道逃脱了 他不是柴 逃走的那个才是 你逃不掉的 查雷 查雷